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第三次的《彼利晚報》 坐人潛水去郭龍號首度訪訪 2010年落水 我沒有特別好說 我每一次看完這些 我更加覺得 真的沒得不走 而且這些經常安排了一些 可能家長也很安慰 但仍然是受訪的時候 覺得他們都幾齊 只會不說 廣東話又不肯說 Anyway 有小孩就唯有遠離香港 沒得談 有什麼好說 所以我挺驕傲 其實有時候是很慘 我又不想 把我們偉大祖國的科研人員 的心血都要做 但仍然他本身是多 真心 是對於科學的領域裏面 去做出一些貢獻都好 在這一個這樣的社會 他連正正心心 正正經經去做研究都未必得 因為他有很多政治 政治的東西未必是涉及 國家管治上的學校 太多事情 我們在中國人社會 我們是很明白的 能夠安安拓拓地做自己的研究 已經很幸福 那你說什麼個人潛水器有什麼自主研發 說真的有什麼驕傲 你遲了人幾十年 嚴格科就嚴格科 我經常問小朋友給你背書去做什麼 但那些小朋友 除了小朋友 誰跟他背書去做 好了 另外一件事 台灣媒體報道 有個疑似香港的旅客 上個星期 在台北車站 對職員大叫大洋 據說 他忘記了自己的處櫃密碼 要求職員協助 因為職員問他很多事情 令他感到煩躁 所以就吵起尚尾 根據台灣的報導 這個香港人 在上星期四的時候 在台北車站 因為忘記了鎖卡的密碼 向職員求助 職員當然要核實 鎖卡裡面的東西是否是他 於是提出了幾條問題 這個香港女人 就嫌流程繁複開始不滿 處理朱蜜貴的職員 就跟香港女人表示 因為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否是他的 所以要向他確定 但這個女人就說 喂 我已經講過了 最後他一邊拿出行李 一邊繼續向女職員發難 拿出行李之後 還踢櫃門 因為為什麼拿出行李呢 其實有兩個鎖卡 租了兩個 一個是記得的 一個是不記得的 行李是記得的 其後職員向女子徵收費用的時候 那個女子就說 總共多少錢 我是有錢人 然後找些錢 扔到職員 我會播片的 OK 首先要這樣說 我絕對不懷疑 香港人的稀 是 我絕對不懷疑 是因為 我再說一次 香港人是很懷疑 是你們以為自己不懷疑 香港人的稀 是不懷疑 是不懷疑 我們不需要分析 就說稀 很懷疑 但是 這樣說 稀還稀 OK 我看這條片 我真的不覺得 這個是香港人來的 我也不覺得 為什麼呢 從他的語言動作 髮型 外表 如果有香港身份證 他就相信香港人 香港人會不會這樣串 會 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不是 所以我看到那些留言 有些人都是這樣說的 有些台灣人都是這樣說的 但也有說 分不誤 不細分那麼清 因為不求甚解 不為異甚 就是我們唐人 差不多的孫生 一向都是這樣 總而言之 大陸人都是欺負的 這樣是不是容易很多 做人 台灣人都是麻煩的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國民黨也是 總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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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就是 一定是混賤的 畢業分農 總而言之 你民主黨 雖極 是民主的 你一定是欺負的 總而言之 二分 很簡單 如果這個世界 是這麼簡單 我們又不用這麼痛苦 我們看第一條片 這是第二條 不要緊張 我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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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回到 剛才這條片是倒轉了放的 因為第二條 即後一條 是在先吵 然後就是拿他的行李出來,然後扔錢 老實說,我們香港人有沒有這樣講的國語?我不知道 難的,因為這個不是香港人的意思 不是說得正不正,是那種康口 一聽就知道是大陸戲 第二,我不聽了,我說你捲不捲你,那些人不認識 香港女人不是這樣的 我不是說要為香港人辯護 不過就公道賭你 這個是最極其量可以親香港人 極其量是這樣 因為他不是有香港身分證,這個就不敢講了 我們的身分證,就等於孟晚舟也有三四本特區護照 我老實說,這個人就不需要你去香港人是哪裏人 如果你自己不記得問密碼,人家問你兩句 我真的要確認一下 我真的要確認一下,所以等於你收到銀包 你說不記得銀包,裡面有多少錢 我真的不記得幾百元,有沒有身分證?有什麼名字? 說什麼名字?拿出來看看他的樣子 都要問你幾百元,不會就這樣給你 是吧? 就是欺老財 另外,這個有片,我不播了,也有相片 但我怎麼看呢?那個放狗攻擊貓的那個人 都不像六十五歲,大家有興趣去看看 我覺得警察就不會拉錯人的 或者那些人真的很年輕化 即是年多大了 話說是什麼呢? 如果網民昨天凌晨在社交平台上載照片和影片 涉嫌有一個人拖著狼狗 在元朗一處山邊放狗咬貓 警方說已經就事件以涉嫌殘酷虐對待動物 拘捕一個六十五歲的男人 網上片段所見,在山邊有人放下 用一個兜子,屌女放下食物,用來餵野貓 另一段影片見到一個白色上衣,戴眼鏡的男人 拖著一隻有狗繩的狗到牆 之後解開狗繩摸狗一下,狗之後拔足狂奔 會不會呢?這個反應是會的,特地養這些大狗 有些人其實有時都想去咬貓 他都不會理貓,或者不會理其他動物 總而言之狗,例如狼狗或諾威娜這些 牠是有一種Hunking的本性 有些人是會這樣,放狗去Attack 牠還說了,Attack 等狗去奔放,狗是否真的會咬貓 那些人亂說,牠根本不在乎 含駕駕駕駛,我以前有隻諾威娜 我就是不拖狗狗,我專門不拖狗 等他問狗人,那種狗嚇狗人 吵駕駛駛,我們以前在明明街 有幾檔麵檔,觸檔,污水 有時老鼠跑出來,老鼠跑出來 吵你了,我們就立即吵你了,就躲,就會怕,吵你了,你會惹到 真的吵你了,老鼠 virtualization 就有了,吵你了,行那個貓仔 就像他們在YouTube這樣,貓仔看到牠是鬆毛,驚的 並不敢敢走,吵你了,我就是諾威娜 但人牠不怕,見到人牠便… 屌你有沒有很冷串的 即是二重的那隻 屌一看到那些貓那些 拖啊 我們要屌你有沒有 借個兜頭 兜到四五十馬 外邊對面馬路才敢走過去 因為那些貓很快 那些貓突然會攻擊你 好了 上載片段的網民說 早前 他發現有貓帶著幾隻 年幼的貓那隻貓 這麼多殺 去購買 回垃圾找食物 於是熱身人士 就打算 這麼凄涼 吃著餵食 跟貓建立關係 可以希望捉到牠們 安排絕育和領養 其實特別是疫情後 是多了很多的 疫情時悶 屌你有沒有 我都不明白 屌你寵物不期 那屌你怎麼樣 寵物有感情 你為什麼會說 開關我要回大陸 或者我要去日本 這樣就不一樣 屌你這麼有趣 現在這些人 好了 期間有人放下食物之後 在附近觀察 期間突然發現 有個男人 就像剛才說過 穿著白襯衫 戴眼鏡的男人 拖著狗來 然後放狗來追貓 然後目擊者就說 怎麼搞錯 放狗來咬貓 那個男人還態度囂張 這些我不特別說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態度囂張 他說 我看不到有貓 還有狗怎麼會追到貓 屌你有沒有 這個就是你自己强辭奪你 你放狗出去 再說attack attack 那屌你 大家知道什麼事 是不是 好了 然後施施然地拖狗離開 我也不明白你養狗 其實都應該會愛好動物 是不是 未必的 屌你 真的是無法談 不過現在的貓真的很煩 所以我都是喜歡養一些 雜種貓雜種狗 小病一點 聰明一點 現在又說NMN 又說這樣那樣 現在養貓一個月 平均花四五千元 我想了五個就雞 那些養貓 好像下星期 我說靚雷就會介紹一些寵物的用品 好 嘩 真是不簡單 但是 你說我現在我常常想養的 我想做寄養家庭 我想養貓狗 但是我怕牠們會咬狗我的公仔 最慘 牠肯定咬 那些公仔 有感情 所以要慢慢教 所以我出去戴狗 但是戴狗 在你教到唇局前 會咬你這些 破壞力極強 咬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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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土瓜人狗 但是有些狗 你真的要慢慢 因威並重 不能夠種 其實狗 你如果要種 就種狗仔 就是養那些 有些純狗師說 完全不用咬 當然 但是你不咬都可以 要喝 要罰牠 要知道你是主人 當然不用一定咬 我只是說吐 我當然不是咬你那些 狂吐 那些 當然不是 但你有時 都真的要處罰牠 罰棄都可以 狗都可以罰棄 咬你那不要去 做甚麼 不讓牠吃 但是你來不可以去哄牠 總之你anyway 一定要知道 你是阿彈 不能夠讓牠 以為現在的人養到 以為牠是 你真是做狗爐的 我現在不會 養貓 都是這樣說 不要說狗 好 另外 英格蘭 Bistro 有一個地方議會 叫Yet 在江過去的周末 舉辦國際文化藝術節 當地港人組織 Bistro Hong Kong的CIC 的攤位掛上光馳的旗 和展示 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賞賊 和保護裝置 遭到當地華人組織投訴之後 就被主辦方要求去拆棄 Bistro Hong Kong的CIC 發聲明 它引述主辦方說是收到 南告市打棍華人協會 的投訴要求拆棄 不過主辦方也沒有問到 Bistro Hong Kong的CIC 光琦的意思 就是毫無理由 要把他們移除 令他們那麼失望 好了 但是 Bistro Hong Kong CIC表示 他們沒有移除這期 主辦方也沒有再跟進 即是說 主辦方有人投訴 他就去跟你說 至於 你不贏 他又不會去跟進 其實 你又不能太怪他 去到這樣 有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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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ve the thread 他又不跟進 他又不跟進 那就沒事了 好了 Bistro Hong Kong 認為事件反映 在香港的英國人 持續面臨挑戰 儘管他們嘗試和平 分享我們的故事和經歷 而且批評這類行為 是破壞言論自由的 好了 好了 我一向立場 就覺得 不要搞那麼多事 要你先顧好自己 我覺得他們可能是顧好自己 總而言之 在自己意志 不是要脅迫別人 你舉辦任何事 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 你說國際文化藝術節 你是不是識字呢 你展開2019年的東西 算不算是香港玩國際上的文化呢 我想都OK的 主辦單位都接受你們的報名居行 OK 但是那個 什麼藍告示打一棍華人協會 我就真是 好想拘捕了 這個協會的背景 我不知道 我不管是來自台灣 大陸還是香港 來到香港都可以的 來自香港都可以的 來到了英國 我當你 喂 非常之不同意 這一個 Bispo Hong Konga CIC 的展品 都好 喂 是可以的 為什麼一定要同意你 當然可以的 你竟然要求大會 把他的東西拿走 那個是英國 那個是 不是中國 喂 大佬 你自己知不知道這些行徑 即是有人說 喂 特朗普說的東西不appropriate 所以不讓他說應該有歐加倫馬那個 是不是 歐什麼倫馬 歐加倫馬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你不喜歡你認為他不好 自由的可貴就是 喂 你真的可以不同意他 或者是一個自由社會 主辦方向都沒有 說不接受 人家展覽 展出他的東西 或者一些文章 所以他應該在校園裡面 譬如有些香港人 將他們的遭遇際遇 寫在一些blog上面 喂 文明的做法 你不是又可以寫一篇東西 跟他辯論嗎 再約他出來辯論 真是口辯論 你都可以 你不要理他 或者你不可以 你去駁他 你去駁他 是吧 駁他 但你就不能夠有些人 話不由分說 駁你倫馬就會把它撕進去 是不是真心呢 野蠻 我跟你說 如果你是 喂 我要假裝野希望 駁你倫馬大師傅 出位 喂 我明白 我明白 反而不是 是純粹 不知那裡來一道戲 我大曬 總之 在文明社會裡面 你便做這些事 老實講 雖然是這麼少的事 雖然是這麼少的事 幸好他要求別人 別人沒有理他 他亦沒有做進一步 否則我真的要覺得 喂 是不是要搞大一件事 喂 一個純相自由的社會 這些事實在 不要留英國 回去你們的國家 他絕對不會 我告訴你 是 絕對不會 喂 在中國 就算我們在偉大祖國 我們希望是甚麼呢 都希望十幾億人 希望還希望 可以有充分的言論表達 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為甚麼 因為有很多草草 你看七百萬香港人 其實有甚麼問題 我們一四一 就算我們一二年之前 一二年之後 一九年之前 有甚麼問題 吵吵吵吵吵吵吵 是這樣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不讓他出聲 就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 喂 我們去到 我們小時候 看台灣議會 我們看日本議會 每天都有吵吵吵吵吵吵 美國議會 你不讓他給他 現在肥色金華 幾顆人贏 你倆現在 你倆現在 你說公黨上台 我都覺得我不是OK的 沒有所謂的 沒有問題的 你倆英國佬 休息一會